元人宗时期 都城元大都发生了一起连环命案 一个木匠晚上出去喝酒神秘消失 木匠妻子认为是工长报复杀人 在警巡院的严刑拷打之下 工长承认自己把木匠推到护城河里淹死 奉命巡尸的两个武座 在限定的期限内始终找不到尸体 多次受罚被鞭打 就在他们终于找到一具尸体时 元大都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骑驴的老者莫名其妙失踪多日 而且面临和木匠案同样的问题 有嫌疑人的口供却怎么也找不到尸体 这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 蒙冤的工长能否洗火冤屈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为您解读 元大奇案 木匠失踪连环案 上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 法官是特别重要的 只有尊重事实的法官 才能够公正的判决案件 而相反 如果不尊重事实 把案件作为一项行政任务来完成 那么办案人员就会想方设法的尽快结案 有时候啊 为了结案就会罔顾事实 酿成冤案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 叫元大修内斯小墓局奇案 在这个案件中 办案人员在一个办案逻辑之下 不仅没有破案 反而酿成了更多的冤案 在元人中延幼初年 公元1314年左右的一天早晨 元大都修内斯小墓局的墓公 公投家门口 急匆匆来了一个女人 拼命地拍打公投家的门 边拍还边喊 公投大哥 我丈夫在你家吗 让他出来 这个昨天晚上喝得大醉的公投 勉强爬起来开门 这个女子说呀 她过来找她丈夫 昨天晚上丈夫离开家的时候 说是和公友们一起来公长家喝酒 可是啊 昨晚一夜未归 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在不在您家呀 公投一听 大惊失策 忙说 昨晚喝完酒 他就回去了呀 很多人都看到 他往回家的方向去了 女的一听就哭了 说他没有回家 我把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也没有见到他 他昨天不是来你们家喝酒了吗 说整个木工局谁都知道 你们俩曾经吵过架 有矛盾 昨天你把他请过来喝酒 就是为了解开这个疙瘩和好吗 我丈夫昨天来你们家喝酒 一夜未归 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 你不会是借机报复他吧 你快把我丈夫交出来 工长听他这么说呀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急忙分辨说 你丈夫昨天确实来我们家喝酒了 但是在喝酒的过程中 我们俩一静和好如初 喝完酒之后 他就回家了 很多工友都亲眼所见呢 不信你可以问问工友们 大家都看到 他朝着你们家的方向走了 小木匠的妻子根本不听公投的解释 哭着说 反正我丈夫来你家之后不见了 我要去警巡院告你去 小木匠的妻子不容分说 就到警巡院去告状 称自己的丈夫昨夜去仇人家喝酒 彻夜未归 今天找了一天 踪迹不见 定是被仇人工长杀害了 警巡院是辽金元时期 设置在都城掌领民事的行政机构 就是负责大都的治安的一个机构 也负责逮捕犯罪人 承担预审职责 警巡院接到小木匠妻子的控告 就马上传讯了工长 工长就将自己和小木匠结怨 以及后来喝酒和解的过程 一一的供述了出来 这个工长和小木匠 都是在京城大都小木区做工 这个小木区是个什么部门呢 就是负责官方大型工程建造 像宫殿啊 灵寝啊 太庙啊 等等的修善事务中的木工活 小木区隶属于修内司 修内司呢 隶属于大都留守司 这个小木区里面有木工几百人 为了方便管理 就把他们编成了不同的小组 各组就设组长 那么工长其实就是个小组长 他手下就有这个小木匠 小木匠在干活的过程中 因为一点琐事 就和自己的组长 也就是工长吵起来了 双方呢 各不相让 组长有些理亏 但是呢 碍于身份面子 就是不低头 小木工气愤极了 你不认错 我就不理你 所以接下来六个月 就是不理工长 大家都在一个组工作 天天低头不见 抬头见 所以其他木工觉得 这不是个事啊 就想给两个人劝喝 大家就拿着酒肉 强拉着这个小木工 到了工长家 吃肉喝酒 劝双方和解 据工长说呀 酒席上两个人就和好了 大家当时喝得很尽兴 到了晚上才各自散去 小木匠呢 酒喝多了 跌跌撞撞回家去 大家都亲眼看见他 离开了工长家 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谁知道呢 他妻子说他没有到家 一夜未归 工长说呀 他也不知道 小木匠去了哪里 小木匠失踪了 警询院下令 全程搜找这个小木匠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和小木匠一起喝酒的这些工匠们 也到处寻着昨晚分手的路线 到处寻找 连续找了好几天 整个大渡城都找遍了 但是 小木匠的踪迹还是不见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失踪啊 小木匠的妻子每天都到警询院去哭闹 他一口咬定说丈夫就是被工长杀害了 只要审讯工长就能够找到丈夫的下落 警询院的长官也这么认为 他认为工长的嫌疑是很大 警询院就开始对工长进行刑讯 刑讯进行了两天 工长是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实在受不了了 就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小木匠 一听说工长承认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他的妻子马上哭得昏倒在地 苏醒过来之后啊 一面咬牙切齿 请求警询院为自己的丈夫深渊报仇 一面为丈夫办理后事 还找来了僧人给丈夫做法事 为死去的丈夫超度亡魂 可是埋葬丈夫得有尸体啊 没有尸体也办不成丧事啊 所以还在等着工长继续交代尸体在哪 工长是被驱打成招的 只能信口胡说 木匠被自己推到了护城河里 因为都城出了命案 刑部要求限期破案 警询院就要求两名武座 在十天内找到木匠的尸体 找不到就要挨鞭子 偌大的护城河两个可怜的武座 夜以继日地在河里打捞寻找 还是找不着 终于在挨了几次鞭子之后 两名武座在护城河桥下 找到了一具已经很难辨认的尸体 这具尸体会是失踪木匠吗 等待无辜功长的是怎样的命运啊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继续为您解读 原代奇案 木匠失踪连环案 上级 警询院办理人命案件 不是光靠口供就能够结案的 命案必须得见到尸体 否则就是杀人无证 没有证据不能定案 而且必须是共证一致才能结案 于是啊 警询院就继续审讯工长 你是怎么杀的小木匠 杀了小木匠之后 又把他的尸体弄哪去了 工长是被驱打成招弹 他根本不知道小木匠在哪 更不可能知道尸体在哪 所以只能是信口胡说 他就说 那天晚上大家喝完酒 他就尾随着小木匠 一直走到大都的护城河边 直接把他推到河里淹死了 如果照他这么说 小木匠的尸体应该是被扔到护城河里了 大都的护城河有多长呢 周长六十里还要多一点 问工长 把小木匠扔到哪一段护城河里了 工长说 因为天黑 加上自己酒醉 所以也记不清楚 反正就在护城河里 这一下 这个寻找小木匠尸体的工作量就大了 就像大海捞针啊 谁去找呢 这个监巨的任务就落在了两个武座身上了 警察院派出两名武座 去护城河里找尸体 护城河这么长 去哪里找啊 两个人在护城河连续搜索了好几天 也没找到 大家知道 此案发生于元朝的京城大都 那是天子脚下 政治中心 发生了命案 是直接要报到刑部的 因为只有罪犯的口供 没有被害人的尸体 导致这个案件迟迟无法结案 警察院就面临着巨大的破案压力 刑部 御史台 经兆尹 轮番地催促警巡院 迅速结案 警巡院的长官就将这种压力 加倍地传导到两个小小的武座身上 刑部给大都留守 二十天破案 大都留守给警巡院 十五天破案 警巡院就给两个武座 十天寄险 限期十天找到小木匠的尸体 偌大的护城河 两个可怜的武座 夜以继日地在河里打捞寻找 还是找不着 转眼之间 十天的期限过去了 去哪找啊 找不到就得挨鞭子 两个人乖乖到警巡院衙门去领鞭子 挨了鞭打并不算完 还得接着找尸体 第二次的期限 还是十天 十天找不着继续挨鞭子 第三次期限就短了 因为上级衙门催逼越来越急 限期七天 找到小木匠的尸体 找不到挨打 七天之后又没找到 又挨一顿鞭子 第四次限期更短 五天 五天找不到挨打 五天之后又挨了一顿鞭子 第五次期限三天 所以两个人挨打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 找尸体的期限是越来越短 警巡院也好 大都留守寺也好 刑部也好 元朝的各级衙门要的是破案的结果 要的是铁证如山 根本不考虑这么办案是不是科学 是不是超出了两个武作的能力 就是要破案 其他的一概不管 两个武作眼看着就要快被打死了 这天两个人又挨完鞭子 到了护城河继续找小木匠的尸体 一边走一边哀叹 这种日子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这样挨打啥时候是个头啊 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否则早晚是要被打死的 两个人就在河边商量办法 一直到夕阳夕下 才下定决心动手 第三天 期限又到了 两个人吃饱喝足 主动到警巡院去挨鞭子 连着挨了四次 到了十五天头上 两个人精神头来了 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 到警巡院报告 说尸体找到了 就在南门外桥下的护城河里 警巡院长官文庭大席 终于破案了 等到就是这个结果 赶紧派人去打捞 到桥下护城河里一探 果然有具尸体 只不过死的时间很长了 已经完全腐烂 看不出面不来了 但是尸体上的衣服 还是很完整 大致能够看出来 这个人死前的装束 尸体既然已经找到 接下来就是认识 只要确认 是小木匠的尸体 就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铁证如山 命案就这么破了 可以向上级衙门交差了 警巡院下令 通知小木匠的妻子 前来认领尸体 小木匠的妻子 一听说丈夫的尸体找到了 又惊又喜 离认识现场 还有很远的地方 就开始放声大哭 到了现场 直接扑到尸体上 嚎啕大哭 边哭边说 这就是我的丈夫 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啊 怎么会被人害死 又沉舌到沪城河里啊 他虽然哭得死去活来 但是啊 认领尸体一点都没耽误 确认这个死者 就是自己的丈夫 小木匠 这个案件就算结了 所有的证据相互印证 案件就被办成了铁案 警巡院查明事实 并做出判决意见 公长因为急愿 酒后杀死小木匠 证据确凿 一律当判处死刑 一听说公长被判处死刑 小木匠的妻子啊 长出了一口气 丈夫的大仇得报 终于可以给他办丧事了 他的丈夫死了 家里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怎么办丧事呢 他把自己头上带的首饰都卖了 金银细软 能点的点 能卖的卖 筹集了钱财 打了一副高档的棺材 把护城河里认来的丈夫尸首 给埋葬了 他还把丈夫旧时穿的衣服 都收集起来 到护城河的桥边 为丈夫小木匠招魂 可以说啊 这个表现是情深义重 既给丈夫报仇血恨 又将丈夫风光大葬 甚至把自家值钱的东西全都花光了 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未来的生活 虽然过程很艰难 两名武座还是在护城河里找到了一具尸体 而且也得到了木匠妻子的确认 这样一来 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形成 案子成了铁案 公长被判处死刑 就在等待死刑复合的时候 袁大都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老人和他的驴一起失踪了 家人将嫌疑人扭送到警巡院 严刑审讯之下 这个人承认了抢劫杀人的罪行 但还是面临和木匠案同样的问题 老人的尸体找不到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元代齐案 木匠失踪连环案 上级 公长被判处死刑 但是不能够立即执行 因为元代还有一个严格的死刑复合程序 警刑院将死刑的判决意见 上报给大都行政长官 大都留守 大都留守同意警刑院的处刑意见后 上报给刑部复合 刑部核准后呢 还要经过中书省同意 奏名元朝天子 天子准奏才能执行死刑 就在刑部复合 死刑复奏尚未有结果的时候 警刑院在等待着回文 大都又出事了 又有人来报案 说一个老头和他的驴失踪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人向警刑院来报案 说自己的父亲在大都城外失踪了 这家人说呀 半个月前 他的父亲骑着驴到城外去办事 日落之前回的城 但是呢 没有回到家里 这家人沿途打听 寻找了十几天 确定老头就是在傍晚时分到了城外 之后就再也没有线索了 所以这家人就怀疑自己的父亲在城外 被人抢劫了 很有可能是被杀害了 因为这十几天既没有找到老人 也没有找到老人骑的驴 得 小木匠刚找到 这又失踪一个老头 警刑院继续下令 按照这家人提供的相貌特征 在大都寻找老头和驴 去哪找去呀 大都城这么大 老头又是在南城门外失踪的 失踪时又是关城门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线索 就在警刑院的官差 急着去寻找这个失踪的老头的时候 老头的家人扭送着一个人到了警刑院 说此人就是抢劫杀人的嫌疑犯 失踪老头的家人们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 证明就是这个人杀害了老头 并且抢走了驴 警刑院的官员一听 觉得很兴奋 这家人自己找到线索破案了 还自己抓到了嫌犯 为什么说他是抢劫杀人的凶手呢 老头的家人说呀 自从父亲失踪之后 他们就组织人手 每天都在寻找父亲的踪迹 找来找去找不着 今天见到这个人是碰巧了 恰好看到他背着驴皮在大路上走 因为老头失踪的时候 骑的是头驴 所以这家人呢 就对他身上披的这个驴皮很注意 这一看不打紧 他们发现 这个汉子身上背的驴皮 很像老汉饲养的 就是骑的那头驴的毛色 所以就产生了怀疑 就去上前看看这张驴皮 而这个汉子一看这么多人围上来 要看他身上的这个驴皮 他就紧张起来 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就不让看 而且想找个机会逃跑 老头的家人找人心切 就上前夺过驴皮 打开一看 发现驴皮上的血迹还没有干 显然这是一头刚杀的驴 就问这个汉子 驴皮哪来的 这个汉子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越是说不清楚 大家就越是怀疑 就问他 骑驴的老头哪去了 那人说根本没有见到老头啊 失踪老头的家人顿时大怒 就把这个背驴皮的这个人 扭送到了官府 把他身上的疑点 报告给官府 并指控他杀人夺驴 且由驴皮为证 这个人呢 一会儿说驴皮是买来的 一会儿又说 驴皮是自己杀的 问他在哪儿杀的驴 他说不清楚 一来二去啊 警寻院的官员也起了疑心 再说 找这个失踪的老头 找了这么多天 终于找到了一个 有作案重大嫌疑的人 这个案件 比小木匠那个案件还严重 那个案件是杀人 这个是强盗杀人 是更加严重的犯罪 所以上级官府 催逼破案催得更厉害 警寻院现在啊 必须马上审讯 快速结案 老者的家人 仅凭驴皮的毛色 和驴皮血迹为干 就断定这个背驴皮的人 是杀害老者的嫌疑人 警寻院的官员们 也认定他有重大嫌疑 酷刑之下 这个人很快也招供 是自己建材起义 杀了骑驴的老者 但与木匠失踪案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按照嫌疑人指认的埋尸地点 怎么也找不到老者的尸体 很显然 这种案件仍然一斗丛生 案件最终能否查清呢 官府就开始严厉地审讯 这个背驴皮的汉子 因为是有罪推定 认定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很快就用上了 最擅长的招数 刑讯逼供 在酷刑之下 这个人很快也招供了 他说半个月之前 在南城门外 看见了老头骑着驴想进城 就产生了贪念 看四下无人 就开始动手抢驴 谁知道老头拼死抵抗 就是不撒手 没办法 他就把老头给打死了 把驴给牵走宰了 驴肉卖了 想找个地方把驴皮也卖了 所以就把驴皮背在身上 这个人承认了抢劫杀人的罪行 这又是一桩死刑案件 现在的问题是 他虽然承认是他杀了老头 还是面临着和小木匠案同样的问题 杀人之后把老头的尸体藏哪了 这又是本案的关键 光靠他的口供和一张驴皮 还是定不了案 找不到尸体 就办不了铁案如山 所以继续加大审讯的力度 这个被驴皮的汉子没有办法 只好随便说一个地方 说尸体埋哪儿哪儿了 警寻院就派武作去找 没找着 那肯定找不着啊 回来就报告说没找着 警寻院长官就下令 继续神 继续加大刑讯的力度 这个汉子呢 又随便指了一个地方 武作们呢又巴巴跑了一趟 还是白忙活 如此三次 警寻院就愤怒了 你敢戏耍我们 狠狠地打 经过几番折磨 这个被驴皮的汉子 承受不住刑讯 就死在监狱里了 这样 这个线索就彻底地断了 而老头被杀案 也就没有办法 再审讯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小木家案的复合结果下来了 核准死刑 警寻院就把工长提出来 准备执行死刑 小木局所有的工人都知道 他们的工长是冤枉的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帮他来洗脱这个不白之冤呢 看着工长因为吃了 他们组织的和好酒 而送了性命 工人们心里都不是滋味 他们认为啊 这事情还必须 从小木匠的下落开始查 他们根本不相信 护城河里的那具尸首 是小木匠的 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 最后居然奏效了 帮助了他们的工长 陈元德雪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木匠失踪案 和骑驢老头失踪案 是个连环案 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木匠被杀案破了 那个骑驢老头失踪案 也随之就破了 那么这帮工人 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 谁又最终出现 破坏了这桩起案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原人宗时期 一个木匠久后失踪 与他素有积怨的工长 承认自己杀害了木匠 然而就在工长 被执行死刑后 木匠的尸骨 却在自己家中被找到 那么当初两名武座 在护城河里捞到的尸体 又是谁的 木匠失踪连环案 下集下集播出